哈喽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鸽子 这里是迷你世界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玩 这个是通天跑酷 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非常的高 哎我们现在啊 可以看到 这有四个门 小伙伴们都进来了 这个呢是取消状态 我们加一个挑的更高 呃变成巨人 速度更快 嘿嘿 三个buff在一起啊 我们现在就开始跑酷 哎这些这些小伙伴们呢 都走这条路 我呢选择一个捷径走啊 小伙伴们 我们直接从这个最长的这个柱子上跳上去 因为这个作者呢 给这个地图有加重力 所以说呢使用摆钻跳会非常的简单 我们直接跳上去 看到这个小伙伴呢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也就是我们的今日问答 小伙伴们 你们有没有玩过这种地图呢 哈哈我现在瞬间理先 这个地图的重力非常的不错 我们现在继续向前走 哎 小心掉下去了 如果掉下去了的话就糟糕了 它这里是不可以保存复活点 只能一条命 只能只能一条命上去啊 我的天哪 我看我能不能一次跳两个 哎 哎 我去 哈哈一定要对准啊 小伙伴们 如果掉下去就完蛋了 我贴啊 啊 这块就能简单一点 因为它毕竟这个格子的话比较 哎呦 我正说这句话 我就给跳下去了 哎呀 太危险了 这位小伙伴 他不设置这个 免费的存档口啊 哎呀 有点坑啊 有点坑 但不要紧 我们现在再上去再试一次 希望这一次可以 我们再来试一次 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毕竟这个地图的这个重力还是很舒服的 如果这个小伙伴可以给这个地图加上复活点的话 我觉得就非常的完美了 它现在的话没有复活点 如果我们掉下去了的话 只要慢慢的继续向上重新爬 就会非常的麻烦 我们现在看一下 偶像小伙伴们都普遍的集中在了下方 我们现在继续赶紧向上走啊 能不能登顶呢 就看这一次了 它这里如果设置一个可以 可以让我们复活的点的话 就非常的完美了 我们现在继续向前走 希望这一次不要再失误了 我也很好奇上面的这个台阶上有什么东西啊 看来变成巨人的话 也是有一定不好的之处的 像这么小的方块 巨人想站上去 很难去 很难去找清它的位置 我们的视野也会非常的不好 但这种如果说角色比较正常状态的话 很容易确定 它们的位置 哇 现在还有这么长的路要走 好 打起精神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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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坑啊 我再试一次吧 这一次和小伙伴是相同的这个距离了 哎呀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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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掉下去了 哇 这个地图它主要是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复活点 很 很烦 好 我们再来试一次 再来试一次 再来试一次 这一次如果不行的话就算了 哎呀 这位小伙伴居然卡我 请你不要卡我呀 我也只是 好 再来试这一次 继续向前走 哎 我贴啊 跳两颗是没有问题的 哇 好吧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吧 这个看来我是真的没办法过去啊 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个关注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